咱们上一回说了 整部《红楼梦》的故事是有三个不同的神话源头 而如果没有这些源头的话 这些故事就不合理 就不顺畅 尤其是仅仅是《红楼梦》里的那些故事 就显得扁平了很多 如果有了这些神话的源头 有了梦境 有了幻觉 有起有节 是不同的空间 平行着再往前推进 那这个故事就变成立体的了 就是多维的了 就要好看很多 不单单是好看 这个剧本如果这样写的话 就把整个《红楼梦》的精神完整的表现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这些部分去掉了呢 舍弃了呢 没有写呢 这就要说一说 1983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北京的《回龙观》召开了一剧本的订盘子的会议 订原则的会议 这个会议呢 参加会议的都是各个门类的专家 学者 积极一堂 来讨论我们写的这个提纲 以及我们做的初步的一个编剧设想的阐述 在这个会上 这争论的是空前激烈 这个激烈程度 今天很多人回忆起来还揭探不已 那么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在两个问题上 就是尖锐对立 哪两个问题呢 第一个 援助的范围 这个我们上级讲说到 援助的范围究竟是80回呢 还是120回呢 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非常激烈 应该说好不容易把大家说服了 基本上说服了 把援助界定为80回 80回以后部分呢 要重视续作 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资料可以还原成素材来看待 这样呢 能够尽量的按照曹雪芹的本意 把后半部分给结算出来 也就是说 后边这个原则确定了 叫另起炉灶 好了 这一部分搁在这儿了 第二个问题来了 第二个问题争论的更激烈 什么事呢 就是援助的风格究竟是什么 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个作品呢 是既有普通的生活 又有神仙世界呢 是有梦境 有幻觉的呢 还是完全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 那么与会的多数人 应该说绝大多数人 一边倒的意见 就是要强调这部书 它的现实主义的意义 它的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的意义 它的一般意义上的小说的意义 那是这样呢 就是最后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就是所有的神话 梦境 幻觉 包括所谓的封建迷信的东西 通通不许写 那个时代啊 是改革开放初期 思想还不够解放 没有办法 就这么定了 为什么我们边需要做这种妥协呢 实在说不服 只好妥协 这是一 第二呢 也是考虑到 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援助的范围的界定 这个成绩不小了 是吧 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一次的红楼梦 不同于以往的所有的改变了 是吧 那权衡之下 一成 一败 一得 一失 好吧 那就认了吧 那把这个任务留待下一次吧 常常有些事情 是吧 那你只能做一望二 你不可能满盘皆赢啊 虽然后来 这成为大家这个谈旧的一个最大的遗憾 但是也没有办法 当时就这么定了 是吧 也就是说 不需写梦 不需写幻 不需写这些这个源头的故事 不需写封建名气的东西 要突出这个小说的积极意义 他们的理论根据 就是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糕 这个话错吗 这个话没有错 哎 曹雪芹那个时代 你要用今天的这个理论去要求他 他当然有很多应该舍弃的东西啊 是吧 那我们能坚持吗 坚持不住 只能让步 好了 那这个问题就这样了 那么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是不是可以动笔写了呢 是吧 还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就从第一回开始说 第一回说了什么故事 第一回除了说了这三个神话源头 这个故事之外 还说了什么 说了珍世银甲雨村的故事 说了乌苏昌门外十里皆人心像 是吧 这个真家发生的从荣到枯 从盛到衰的一个故事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于是我们就希望这个故事从这个地方开始 但是从一动笔就接到这样的要求 就说这些地方要尽量从简 为什么呢 传统的对《红楼梦》的认识啊 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的群众都认为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啊 是写宝带拆个故事的书啊 是吧 你前边你要写多少 你最少写一集吧 你都一集了 宝带拆还没出来 是吧 这怎么行呢 是吧 所以当时就要求我们不能写一集 顶多只能写短一点 写一个续集 如果 如果这一集很重要的话 那么如果很重要 是不是真重要 当然很重要啊 因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啊 中国的传统小说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什么呢 就是在主要的故事之前 先说一个小故事 那你看看 过去的长篇小说也好 你看这个水浒传 就是开头是什么 并不是一百零八将 他们出来的故事啊 是红楼梦 勿走妖魔 前面要说一个故事 很多长篇小说 都是这样开始的 是吧 短篇小说也 也有很多这个例子啊 比如三言两胎 每一篇短篇的故事 之前都有一个小故事 这小故事和后边呢 从人物到故事都没有关系 它是独立成章的 这故事要干嘛呢 要说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和后边 要说的这个故事 是呼应的 道理是一个道理 在这个道理的笼罩下 再开始讲下边的故事 那这种写法呢 必然影响到 《红楼梦》的作者 所以我们看看《红楼梦》 就是这个情况 前边有一个小龙窟 跟后边的故事呢 不是联系的很紧密 对不对 后边整个是贾家的故事吗 前边是真假的故事啊 是吧 前边这个故事呢 也有从圣到衰 从龙到孤 所以学界呢 把它称之为小龙窟 是相对后边贾家 荣宁二辅的大龙窟而言 这个小龙窟概括出一个道理 你看就是传统小说的这种写法 是不是 就是君子之责 就是凡事都有胜有衰 有可能在匹疾太来 但是有很多情况下 就是乐疾悲生啊 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对于《红楼梦》有什么意义呢 《红楼梦》和其他小说的写法 还是有很多不同吧 鲁迅先生就说过 《红楼梦》一出 全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这个写法从第一回就看得出来 除了我们以前说到的一些写法之外 第一回本身这个写法 就和传统小说不同 哪些地方不同呢 你看啊 传统小说前面的故事和后边的故事 是没有联系的 但是《红楼梦》前面的小荣窟 和后边的大荣窟是有联系的 是吧 这个故事延续到后边去了 人他的活动也延续到后边去了 你看看 其中珍世荧这个人 在后边虽然出家了 在后边一定会出来 当然这个我们不多说 甲语村 大家就觉得很说服力了 在第一回出来了 跟珍世荧有一番故事之后 他又去去上京赶考 后来做了官 后来这个乱判胡安 后来又被参阁 后来又当了林黛玉的老师 后来又借了贾家之力起父 你看他的故事一直延续到后半部 是吧 后边整个的故事当中 还有谁呢 英联 这个人非常重要 金灵十二财政策 副策又副策当中 他是第一个出场的 他叫真英联 他的取名都是谐音 后边的一系列的取名 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谐音法取的名 再一个呢 他的故事延续到后边去了 他被拐子拐走了 对不对 他在后头乱判胡乱案的时候 又出现了 是吧 薛家就是因为他才出场的嘛 是吧 带着他进了贾府嘛 进了贾府以后 这个乡林 又给这个薛盘做了这个妾 是吧 然后又进了大官员 除了跟薛宝钗发生了一些关系之外 又认了林黛玉做老师还学师啊 他也进入了大官员的生活 你看看 这也就是说 第一回的故事 第一回的人物都发展到后边去了 这和传统小说的写法 又有很大的不同 是吧 那这第一回如果把它去掉了不写 那这个剧拍起来就从宝贷拆开始 这里面有很多都交代不清楚了 尤其 他所要产发的这个哲理 就大打折扣了吧 是吧 所以《红萌梦》是这样的一部书啊 是吧 你看似 这个故事说到这儿 暂告段落 好像又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是这种写法叫做笔断而一连 你把这块切掉后边就接不上了 是这样的 他是不可以随随便便舍弃一块的 是吧 你不可以作为编剧来说 你没有这个资格给曹雪芹改作文 说这个地方我们留下 那个地方我们删掉 不可以轻易做这个事情 是吧 所以我们还是坚决要求坚持 要把第一回写成剧本 那么第一回写成了吗 写成了 写成了什么呢 写成了一个续集 这已经很可惜了 是吧 他有很多的象征意义 已经都不存在了 那么好在还写出来了 拍出来了没有啊 拍出来了 是吧 那《红萌梦》 《87版》《红萌梦》有两次开机 一次呢 是《84年的年初》 一次是《84年的九月份》 《84年年初》这次开机 拍的就是续集 拍好了之后 回到台里来 剪接完之后 后期全部做完 准备先播一期续集 是吧 等于昭告天下这件事情启动了 但是在审片子的时候 无情砍掉 为什么呢 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了 《红萌梦》是宝戴拆的故事 几乎一集了 宝戴拆还没有出现 这怎么行呢 你这个故事的皮太厚了 皮太厚三个字 有点像莫顶有 就把这个 我们拍好的这个续集 给砍掉了 左说右说 只好在 黛玉出场的这第一集里边 保留了一些续集的镜头 如此而已 可惜不可惜 太可惜了 现在谁说起来都很可惜 我们参与这件事情的 和一般问起这个事情的 普通观众都觉得可惜极了 但是电视剧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个遗憾的艺术 一旦你没有拍 一旦砍掉了 没有播 那好 以后想再把它补出来 是没有可能的 因此 电视剧跟电影差不多 这种试错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呀 如果你知道错了 只有下一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才有机会把它改回来 但是下一次下一次 都是怎么改的呢 是吧 那咱们下一回接着再聊 再说一遍 说两遍 4遍 1分钟 到最后